哈喽 大家好 我是Eason 今天我们正式再出来测试一下 我们这个小发动机 昨天我已经把那个新的化油器给它装上了 然后呢 今天我们就到这个河口 拖掉山文鱼来试一试 那马上4月1号呢 我们这个帝王龟就不能钓了 因为现在它是属于一个进入一个禁渔期了 所以呢 我们看了一下天气情况 今天是唯一一天海矿跟这个潮汐 是最适合钓鱼的一天 所以呢 就今天过来正好测试一下我们的发动机 今天送完娃就直接过来了 我现在把东西都准备好 然后等我们二师兄过来 今天好吃好喝的带满了我们 还这么多 对呀 大家都是来赶最后一趟了 出发开干直接 Let's go 到地方就直接下干 我的不浪费一分一秒 直接就这样拖着过去吧 哈哈哈 从河里就拖起来了 快到河口了 大概十分钟啊 十分钟我们就到了 今天不丢蝦笼 所以出来就钓 钓完就走 争取能钓满四条 外面海矿很好 没有浪 今天的海矿加上这个天气 怎么都得给我们上个几条了吧 放下去就来啊 放下去就来啊 今天是爽的呀 你把那个先支出来 正式启动我们的脱钓发动机 好 一把招了 一把招 一把招 好 我看往上等一下 钓这个鱼 绑一个扳手 我看他这么带里钓 绑他这么长的鱼 绑个扳手 哈哈哈 把那个这里松一下 然后就可以手拉线了 放出去大概 十五尺吧 等一下我来看 我先把这个放下去 放个140吧 夹太后面了 夹在这个黑线 稍微后面一点就行 好这里 好OK 456 稍微往左边去一点点打个方向 看着发挥稳定 拖了半个小时了 是有非有 不知道是不是 看一下 诶 感觉有 你说吧 有的有的 感觉有 不大可能 抓不动了 挂底了不是 还是跟那个没分开 挂底了 怎么可能挂底啊 多深啊 你看一下 哦 有鱼 有鱼 有鱼的 有鱼的 你来说你来说 我去标记一下 那根黄线也要来了 我标记一下先 这个也来了 这个也来了 我找double header 两条 好像没有 这个 还是你那个线拐到我这了 他跑了 规定你先收上来 规定 有的有的 有的有的 你这勾到我的这个线了 哇 白鸡都会炒 我看 ok找到问题了 刚才我们小发动机 一停火又打不着 然后我们刚才挤油笨看了一下 里面那个化油器的油管 或者是那个密封 有地方漏气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开着开着 就会没油了 有地方漏空气了 我们今天找到原因了 所以就先不去动这个小发动机了 我们还是靠大放动机 主要还是抓紧时间 今天时间不多 看看赶紧多钓两条鱼 哇滚滚大浪 哦 哦 哦 有大鱼 你准备抄啊 刚说往河口开 准备回去了 来鱼了 哇塞 抄下去啊 进来了 我可这样进来的 往外捞鱼 再往外捞进来 可以 够了6566了 够了 谢谢你 我们都准备放弃了 都往河口开了 准备到河口就收杆走了 结果它就来鱼了 我去 刚才还有几条是上了 但是没有勾上来啊 没有出水 跑了 临走线还来一条 我们再拖一会吧 这你说 就趁你要走的时候它来了 这还走不走啊 我们再搞个15分钟试试 来了 哇这条够的 这条也够的应该 这条够了 哇 刚说完 话音刚落 话音刚落就来了 哇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这条好像更大嘛 不用标了 不用标了 完成任务了 这条捞进来咱们就完成任务了 哈哈 哇 这条可以 加油加油 这条大吗 我去 那一百八 他现在就在一百七到一百八这个 对 我感觉这边也要上了 我感觉也要上了 他就在一百 高一点的地方 浅一点 今天在浅的地方 在河口这边 咱们前面三个小时找鱼 没想到回城前他来了 可以的 可以的 Come on baby 出水吧 让我看看你在哪儿 来了 应该够的哈 等一下 他好像跑发动机 等一下 我把你放进去 行不行 来来这边 这边 这边了 往塞下去啊 拉过来 下 下 伸出去 nice nice 呼呼 进往了 你就别想跑了 哈哈哈 够了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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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任务 可以算是完成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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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哈哈哈 你开着船 那个尺拿过来 我来量一下 应该是够的 够了够了 64 ok了 nice 要来就是差了五分钟 真的是啊 就是找到雨点就行了 因为他这个鱼都成群了 大海狮过来有鱼 给他看看 Fish 他说我下面都过了去了 哈哈哈 哈哈哈 他下去了 他会不会过来了 哈哈哈 下船的地方是有很多人 没多上的 十几尺 十尺 有地方退潮的话 可能就五六尺 今天还是相当成功啊 虽然是最后临走前 我们钓到了鱼 但是整体还是不错 因为毕竟是 这个三弯鱼关闭之前 最后一次机会了 然后今天呢 还找到了这个小发动机 断油的原因 所以还是相当有收获的 我们回去给他处理一下 这个密封信 油管的密封信 应该就可以完全搞定了 好了 那我们今天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不要乱给我视频点个赞 还没关注也可以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